人到五十岁 要历届这三步摊 余生才会有福气人到五十岁 半生已过 生命已经走到下半场 五十岁注定是不平常的年岁 五十而知天命 人生的许多事看明白了 要学会看淡放下 对那些扶名扶利 要学会放手 命里有时钟需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越不甘心越痛苦 对那些无能为力的事 就不要耿耿于怀了 人应该越活越豁达 越活越洒脱 看得开放得下 才会有好的心情和更多的幸福 人到五十岁 历经生活的风风雨雨 看过了事态炎凉 懂得了人情世故 心智应该成熟了 面对生活的日常 应该稳重而从容 不急不躁 不慌不争 五十岁的年纪 做人的道理无需再讲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心中应该有自己的原则底线 不要做出格的事 让别人看不起 人生下半场 正道定刚长 人到五十岁 要历届这三不贪 余生才会有福气 越来越好 一 不贪淫纵欲 一天得识看黄昏 一生成败看晚节 人到五十岁 生命的下半场刚刚开始 一定要守住自己的初心 牢记做人的底线和原则 不做出格的事 不做荒唐的事 不做有失道德的事 不做违法犯罪的事 人到晚年脸面名誉最重要 如果做出了有失人格尊严的事 就是人生的失败 五十岁 有的人事业有成 有钱有地位 此时更要加强人格的修养 不要在世俗的欲望中堕落 不要迷恋于声色狗马 贪淫纵欲 贪享欲乐 甚至去赌博嫖娼吸毒 不要以为那是人生的乐趣 那是人性的堕落 消耗的是自己的福报 一个人年轻时 荒唐堕落 人们还可以原谅 还有改过的机会 人到五十岁 再去做荒唐的事 出格的事 一定会众叛亲离 也会令亲人脸上无光 有的人就会笑话你 成为人生的耻辱 人到五十岁 有的人有钱了 有的人有时间了 有的人孩子都成人了 没有负担了 都想放松自己 乐一乐 这都无可厚非 但不要放纵自己 一旦有荒唐的行为 做出有失人格尊严的事 就会晚节不保 成为人生的败笔 二 不贪意外之财 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人到五十岁 更应该懂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要想赚钱 就要通过正确的管道 不要见钱眼开 见钱眼红 见财起义 去巧取豪夺 去贪污盗窃 不贪意外之财 人生才会活得心安理得 才不会明节不保 命里有时钟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不易之财 你通过非常手段 一时得到了 终有一天就要还回去 因为心怀鬼胎 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鬼鬼祟祟 一旦东窗 事发 不但名誉受损 也许还会有牢狱之灾 天上不会掉馅饼 对那些不靠谱的投资 借贷要谨慎 如果听信了别人的忽悠 以为会有高额回报 到最后说不定连本钱也收不回来 甚至被别人欺骗 血本无归 如果只想住发财 有的人就会利用你贪婪的心理 让你上当受骗 路不时宜 夜不掩护 即使你在路上 失得了意外之财 也要考虑施主的沮丧和失落 等待施主的寻找到来 如果魅住良心 贪得了别人的意外之财 到底心中坠坠不安 心怀愧疚 俗话说 外财不发命穷人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的终有一天要失去 如果动了歪心思 建财起义 甚至贪污盗窃 就是自取死路 所以人到五十岁 更要清白做人 不贪意外之财 三 不贪婚外之情 人到五十岁 要懂得维护家庭的完整 不去做伤害夫妻感情的事 人到五十岁 也许夫妻之间 没有了年轻时的激情 但相濡以末几十年 风雨同舟 彼此早已成为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少年夫妻老来伴 那个对你始终不离不弃的人 才是你最要珍惜的人 婚姻之外的感情 也许是无心 也许是友谊 但是你要讲道德良心 你已经没有了 和别人谈情说爱的资格 五十岁了 不要以为你遇见了真爱情 也许不过是有人看上了你的钱 也许是你自作多情 以为自己还有吸引人的魅力和风情万重 人到五十岁 婚姻之外的爱情最不靠谱 也许是个陷阱 在你欲罢不能的时候 落得人才两空 婚姻中的两个人 风风雨雨 走过几十年 同甘共苦 患难与共 不离不弃 和你相伴到五十岁 真的不容易 那是一次次的生气 一次次的宽容 一次次的忍让 一次次的理解累积出来的日子 要知道珍惜 人到五十岁 如果守不住自己的心 在婚姻之外出轨背叛 就会给老伴造成致命的伤害 造成不可挽回的痛苦 也许到死都不会原谅 一场婚外的爱情 完全可以摧毁你苦心经营了一生的家 甚至会让你一无所有 所以 人到五十岁 就不要贪婚外的爱情了 弄丢了老伴 也许就会顽景凄凉 人到五十岁 要有所谓有所不畏 不去贪淫纵欲 不贪意外之财 不贪婚外之情 才会有晚年的幸福 人到中年 不敢矫情 安家把生活的 艰辛眼的淋漓尽致 我全职带住两娃 老大刚上一年级 老二五个月 去年和老公咬牙 贷款开了一家烧烤店 结果意外怀孕了 圣老公一人称店 雇员工 挣的钱都开了工资 本只住过年挣前 又遇上疫情 现在每天抱住 老二看住老大上网课 被气得回奶 真的是随时都会崩溃 每月的房租 花呗 借呗 贷款 每天都告诉自己咬咬牙 挺过这段时间就好了 可每天都过得很煎熬 人到中年 一点都不敢矫情 唯有苦苦地熬 把日子熬出头 有一年开始 生日当天会若无其后来 就在没事地 一件件处理业务 不再等住朋友们的零点祝福 还悄悄记下一串名单 也不再难掩庆 祝生日的激动 期待快点卖完收档 只是当作很平常 很平常的一天去过 后来就在越来越不把自己 当这个宝贝看了 每个人都有隐藏起来的那个 不容易 有的选择隐忍 有的选择负面 情绪发泄给身边的认识 或者陌生人 看似的不理解背后 都有自己的苦楚 多对别人微笑 多去换位思考 以后的以后 再回头看看坚强的自己 不错不错 继续努力 有个有智慧的阿姨给我 说过一句话 觉得可以在难过的时候 阿Q一下 人生就是不圆满 而又追求圆满的路 当你发现圆满的时候 恭喜你 你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所以有残缺 不完美 也是好的 因为还有路 电视剧《遇见幸福》 也戳中无数中年人的痛点 其中的欧阳严严这些年 在医疗行业中 拼死拼活干 到了销售总监的位置 并且年薪百万 看住是一个很不错的职位 但是在一次颁奖的时候 奖杯并不是给了最优秀的他 而是给了一个得了肝癌的同事 他事先不知道 到当场对了别人 当听到同事得了癌症的时候 想到了自己的经历 这十年莫休过一次年假 即使生病依然要陪客 护签单子 下一个病到的人 会不会是自己 就像江文在《狗日的中年》中说的 中年是个卖孝的年龄 既要讨得老人的欢心 也要做好儿女的榜样 还要时刻关注老婆的脸色 不停迎合上司的心思 随后 欧阳炎炎就把工作辞了 妻子未知很不理解 甚至很生气 还派人跟踪他 当欧阳炎炎决定重新创业的时候 他进军了食品行业 开了一个养生火锅店 但是成本太高 经营不下去 很快就夭折了 好真实又沉重的故事 生活不易 只能砥砺前行 打起精神 前面就是艳阳天 有人说 中年人是到了滑坡的年龄 身体滑坡 思想滑坡 事业滑坡等等 但只要中年人不放弃 不抛弃自己 有一颗对生活充满阳光的坚定信念 还是可以从容应对中年危机的 生活本就不易 世上没有那个人活得更轻松 世间也没有哪个工作不辛苦 想要过上幸福的生活 就要付出相应的 甚至更多的代价 说出来 你可能不信 一小哥手握六个订单 但他在拿餐时发现厨房里 骑手和老板的激烈冲突 花了二十几分钟缓糊了矛盾 再到另一个地方取餐 再与骑手和骑手又发生了 口角声大打出手 他又在那里劝架 一个中午花了他四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劝架 他凌乱了 超市扣款 还就差两充单达标奖励拿不到 算下来就这点事 他至少损失了五十元 下午四点 他还要坐高铁返乡 他哭了吗 然并没有 他收拾好心情回家 接受下一次的话聊 没有任何工作可以坐等钱从天而降 也没有任何一分钱得之容易 工作很累 人生很难 但别忘了勇敢 哪怕只走一小步 都比任何时候更接近终点这个世界上 没有不带伤的人 无论什么时候 你都要相信自己 不去抱怨 尽量担待 不怕孤单 努力沉淀 现实生活就是这么残酷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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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